有相同的士團體日本法院 一關令強制佔領人士 設施旺角厄街勞街 被車輛恢復走那段路 高等法院剛6月份就宣布接納申請 頒發禁制令 禁制佔領人士繼續佔旺角一大道路 有效期到7.15 上午10點 林悠達報導 禁止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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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法警 禁止大路 大約20人 在法院聆訊的同時 都在旺角彌敦道和亞街路街交界的佔領區抗議 支持警方執法 期間不時和佔領人士口角 總會委託的律師行也派人到場宣讀 申請禁制令的內容 總會強調並不是反對佔領行動的訴求 只是想上一條路做回正常的生意 我們的立場是中立 我們和他們是無仇無怨 我們要的是一條窗的道路 是給一些穩食車 像是窗通的營業 林辦旺角去到九龍灣小巴線的小巴有限公司 亦都入稟法院 指佔領人士佔據亞街路街 阻塞車通道 要求法庭頒法禁制令 禁止佔領人士繼續佔據道路和壞路旁的設施 給小巴可以恢復道路的使用權 有線電視記者林友達輝導 高等法院官判兆初宣讀判決的使用事 佔領人士佔據道路規模不大 時間之久 對公眾造成資源 影響的士行業的收入 任何人即使是示威者 都不可以通過道路 頒法臨時禁制令 是要保護社會公眾利益 希望示威者尊重法庭命令 如果有不滿 可以提出在法庭解決 借同在旺角的楊安琦聊聊 楊安琦 現場令人士 他們怎麼看法庭禁制令 有沒有避免走呢 沒錯 剛剛法院都頒佔了禁制令 看到現場令人開始討論這件事 不過氣氛暫時都是平靜的 我們就跟他們聊 大部分人都說他們是不會離開的 其實我有太擔心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都是犯法的 我們自己都很清楚 我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事 如果他斑制了禁制令的話 我想我也會站出來 不擔心得那麼多 因為我們要真普選 其實要我們走很簡單 讓真普選我們 我會繼續留在這裡 因為我由28號留到現在 就算他怎麼搞的 都要堅持留在這裡 因為香港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再輸了 沒錯 除了一些示威者不願意離開之外 不過跟一些經過的事 都經過了 他們都歡迎這個決定 希望可以盡快去復服正常 可以留意這裡的情況 謝謝你先跟你聊到這裡 警方說 旺角的非法集會 五星是步向暴亂邊緣 大型衝突一觸即發 形勢險 呼籲學生離開 何文思潮就說 學生是以和平的方式抗爭 階段不會呼籲學生 撤離黃曉營 黃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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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皓營 當時 暴斷邊緣 警方呼籲人士尤其是學生要盡快離開高風險地區 他在旺角集會十幾天說會繼續留守 暴力邊緣 我覺得是一些反佔中搞事 如果你說暴力我又覺得不是 他們大家都很冷靜很克制 何文思潮不同意學生要撤離旺角的英文字母地址 去護住自己的手 我不明白玩具放在手腕被警棍打傷 又為何會和暴動斜得上有關係 警方強烈譴責有家長帶小童都旺角 站在激進示威者的前排位置 又說在社交媒體有人建議小童作為人盾 批評他們為了異己私慾 妄固小朋友安全是不可以接受 有線理事記者在黃曉榮報道